如果一辆普通的车撞上一辆价值上百万的豪车 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完了,摊上大事了 面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很多都是一场意外 但这样的事就是发生了 一起交通事故引来了大量的围观群众 围观的一群人都在等着看 一个开宝君的普通车主如何处理与价值上百万的豪车的交通事故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 原来这辆宝君630撞上了兰波尔基尼 也许人们首先关注的可能并不是这起交通事故 而是这个独人眼求的兰波尔基尼LP560 在市场上,这辆车的售价在300多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普通的人恐怕都只能薄薄眼福 更何况现在撞上了 一般人估计是欲哭无泪啊 要知道法拉利一条道子就要花费近10万元 兰波尔基尼的维修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兰波尔基尼LP560采用了一台5.2升V8的发动机 并且位于中部 一般的撞击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这起交通事故似乎要负全责的是 这辆普通的宝君630 虽然宝君630在它的同领域中 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 但是与价值上百万的豪车比起来 自然也不是在一个档子 这辆宝君630在市场上的售价在6万元左右 还买不到兰波尔基尼的一个轮子 现在还撞上了好车 这让围观群众替宝君车主感到紧张 有可能是兰波尔基尼车主财大气粗 也可能是处于善心 只见兰波尔基尼车主看了一下情况 就马上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让保险公司负责这件事 然后很大方的告诉宝君车主不需要他负责了 并且告诉他是如何如何的幸运 是不是觉得兰波尔基尼车主不要他赔了 这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宝君车主却不以为然的甩了一句话 这点钱还是赔得起 这让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连处理事故的交警都忍不住笑了 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吗 这两位车主的话都让你如此意外 看来一貌取人并不是一件好事 反而会闹出笑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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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